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帅兵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第23届京台科技论坛的北京会场 本次论坛以打造两岸产业链 共创发展新局面为主题 聚焦两岸产业链 新基建 金融合作 企业在疫情新常态下的发展等领域 那同时举办论坛峰会和金融合作论坛 新兴产业论坛 两岸新基建论坛 台资企业 产业转型升级圆桌会议 智慧城市创新应用论坛 基层卫生健康论坛 以及京台美丽乡村论坛等七个分论坛 本届论坛在北京和台湾 设立了两个主会场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参会方式 京台两地和兄弟省市相关部门 产业协会科研院所 企业代表近千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务实合作共化发展 在论坛峰会上 两岸企业加峰会 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 两岸企业加峰会 台湾方面理事长肖万长 台湾电电工会理事长李诗钦 北京市市长陈吉宁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等重要的领导和嘉宾 先后进行了支持 台湾实际上在工业企业 在员工资论的应用上面 有一些也有很成功的例子 也是可以在大陆铺上进行交流学习的 我们在大陆也有很多台资的工厂 也有合资的工厂 在整个产业的转型改造方面 也希望能通过这种 大陆和台湾方面的合作 在进一步的促进台资 在大陆企业的转型升级 但同时大陆的企业也会跟着转型升级 这里边也会有台资企业的贡献 今年是第23届的金台科技论坛 这个相当不容易 尤其是在2020年COVID-19这个疫情影响 我觉得能延续这个精神 然后持续的举办这个论坛 我觉得能够有进一步的有效促进 金台两地企业之间的一些 资讯的交流 以及对于我们台商 对于大陆的这个政策环境 以及如何跟两岸来对接 是相当有帮助的 尤其今年的疫情 对所有的民营企业影响 是比较严重 那我们能够持续举办 光这个精神 我觉得就是一个 对未来两岸持续进一步发展 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保证 我们必须要延续 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 精台科技论坛 从1998年开始 就秉持专业高端 特色时效 互利共赢的原则 连续22年 在精台两地 举办大型经贸交流活动 成为两岸重要的 经贸交流合作平台 科技创新引领平台 融合发展展示平台 那不但推动了 精台两地 经济科技发展潮流 更展示了大陆改革开放 所取得的成就 和大陆新的 会台政策措施的成效 为促进精台交流合作 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发挥了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